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OpenReal快乐大宾 我们是快乐家族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运动的夜晚和大家见面 一开场的时候 现场有一些观众得到了礼物 是 可是有的人却没有得到 就是我刚才谁 那个接到我打过去的羽毛球 我只打这么近 你有发现那上面我签了名吗 哇 耶 那可能大家说娜娜手里这个为什么没有人 就是因为在上面有五个人的签名 哇 因为我考虑到就是大多数的前排观众比较占便宜是吗 对 我今天是想打到最后面 现在有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陈北中学校队 曾经的副队长打给大家 那我也有 荷兰省藏山寺云喷林长学 有云队苗苗般的 苗苗般太深了 哇 哇 可以啊 娜娜 等一下 你抱着是那个人的头 那个女孩抱住了球 后排一个人转身就抱着 哎呦 我抱着一个人看着他的头 然后你就改名吧 铁狼头屑 刚才我在后台跟韩根说他还不相信来着 是吧 他说 他说 他说我的高矮不能打排球 他说他以前是校队的 我说你的高矮也不适合打排球 我还真的是当时是排球班门 我是游泳苗苗饭 那刚才呢 娜娜已经接受了今天的嘉宾 我们掌声欢迎 韩根 她不忘了 我也回来了 她接受了 also 对 跟我来 对 他侯 你好 我就 你 是 我的 creations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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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觉得今天韩庚表现得非常棒 而且我们节目确实是也是为了配合韩庚这一次新的这种身份 新的这个角色 所以专门为他请来的 我们刚才大家也看到频频惊呼 你看在韩庚前面出场 完全就是让大家还是觉得很过瘾 这是真正的一群少林武僧 很棒 我们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大师兄上场 来介绍他的兄弟们 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是什么团 我是少林寺武僧团 我叫士言家 士言家 所以你们真正是一个是少林寺的出家人是吗 我是少林寺武僧团的弟子 武僧团的弟子 那你们现在还有看院就是保护寺院的责任吗 武僧的话 以前这个武僧啊就是看家货院 看家货院 现在呢因为这个跟着时代 这武僧呢就是对外交流 展示我们少林的这个武术文化 对对对一种文化 我跟你说他们去过的国外比我去过国外多 真的 一直在国外跑 这是一种羡慕 我们今天还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好几个这个武僧都非常厉害 我们接下来大师兄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各自的绝技好不好 好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谁 首先为我的要我的师弟史严硕 为大家表演的是少林铁头功 史严硕 哇 来了来了来了 现在的颜色拿起来一块钢板 两块 是颜色 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不是钢板 小心手 你编一下 那个送给你做纪念 关系是要躲 那大师兄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谁 那我的二师兄为大家表演的是一种兵器 叫做牧羊店 多年了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大本营的切换真的太牛了 就是在这种就是他打着这个这个鞭子的这英雄形象 切换的是海涛躲在那儿 还好 海涛还算可以 我们不是我无亲还有韩根三个人在那边吗 并不还就我说在后面看比较好一点 等第一边闪过以后我又回头两个人已经没了 躲到那个A子后面 下面是不是要轮到小朋友了 你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好了 我叫四小福 四小福 你几岁现在 八岁 我听说你还会表演蛇宫啊 什么叫蛇宫 并没有 好可爱啊 这还要做什么公交车或者打车呀 这个用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 那个小福你要不要谁来学一下你的什么功 要你 我对你那么好 而且我年纪又大了 你换一个人呗 他叫什么 庚哥哥 庚哥哥 你要庚哥哥学哪个 你要庚哥哥学哪个 小福 你要别人了 因为他就是田径呆的 以前 那这样 他可以 他可以 你已经 已经很棒了 我们让四小福来说 这条蛇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说有一条蛇你绝对会满意的 一肥蛇 要不要看他 对对对 涛哥哥 涛哥哥 涛哥哥小福想看你 你可以 你可以 你用就是弹上 你用肉把自己弹起来 今天有这样 怎么了 他快就想 我这两条腿 绷得跟两根苦外 没事了 你如果弹出来 我们就说明蛇脱皮了吗 直接往下一趴 用肚子的弹力把自己弹起来 用肚子的弹力把自己弹起来 手是在前面弹 海涛我真的觉得 这个跟福荣姐姐减肥 可以并称为中国两大励志事件 你这个表演是 裤子没开是个奇迹 真的这个奇迹 好了好 谢谢 我们来这个请教大家 几个问题好了 首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 到底咱们这个少林寺的僧人 用什么样的称呼 是比较礼貌的 比如说管你们叫和尚 这种是可以的吗 和尚是不允许叫的 但是呢 和尚不允许叫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称呼的 比如我们少林寺这个 生意性方丈 他可以称为大和尚 我们呢 比方说称为我们小武生小沙迷 和尚到一定级别才可以称 这样的 那是什么称呼 是不就是不礼貌的 口头出家人呀 说一些比较 出家人不可以是吗 不能对面的真知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叫比较合适呢 要怎么称呼 怎么称呼 可以称为法师 师父 都可以 师父 那像这样小朋友的话 像小福的话 小师父 应该管他想 小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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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当 看一下 他的整个知情都不一样 不敢当 不敢当 那那个 我们有一个短片来给我们的大师兄提出 包括我们武生提出一些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感觉上这个少林武生还是感觉少林寺的秘籍啊 就感觉还是挺神秘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请看 少林寺 江湖传说中的武林圣地 中华武术的泰山北斗 千百年来 关于他的各种传说 从未停止过 神秘的藏金阁内 是不是真的藏有武林秘籍呢 少林寺的传闻 比比皆是 而少林功夫的传说 更是不计其数 诗人都说 天下武学皆出少林 七十二绝技 欲满天下 铁沙掌 铁头工 早上飞 水上飘 更有变化多端的梅花庄 很威震江湖的少林十八同仁罗汉震 少林武功是否真如传说中那样 高深莫测 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吧 韩刚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是秘籍还是门派 我觉得秘籍我最感兴趣 少林寺里面真的有武林秘籍吗 少林寺 武林秘籍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少林拳法拳谱 是真的有这个 真的有少林拳谱 比如少林大红拳 小红拳 罗汉拳 都是我们少林寺的传统拳谱 那这些是外人不能看到的吗 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有没有说少林里面只有少林弟子才能看到的密集 也有我们对外演出展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啊 真的 学那个密集只有他们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表演出这个密集 你看无所谓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练成的 少林公我现在是对外这个宣扬文化一种精神 现在不是在写着 没有秘密的东西 现在是公开的展示出来 那就是任何人比如说要到少林寺去学 你们都欢迎吗 欢迎哦 最刚开始我们去少林最初是要做什么 要买门票 我要学习吗 要学习的话 除了剃头买门票了 还是扫地啊 首先可以到少林寺体验生活 体验一下 这你可能跟王宝强打个电话过来 对不对 因为王宝强就是之前 年轻的时候他去过 对对对 那好像跟你他们的生活是一样的作息 那真的有门派之分吗 师傅 有哎 就是什么峨眉派 什么各种派 在武当派 他是我们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律师 我们少林也是有自己的文化 都有是不是 都有 那你们现在还有武林大会吗 在什么山顶 这也只不过是在电影当中 大家展现出来的 现在都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那你们现在都不交流吗 各门派之间 有没有全国的 比如说武术交流大会 有有有 这个是有的 那是有的 那现在少林派在第几位 少林派第一位 那我们 男生说不敢当 不敢当 来再来一位 少林派 少林派应该绝对是第一位吧 黑下功夫出少林 哪里不敢 大家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四川那边 那个峨眉派是第几名啊 先多一个笑 你 你还不好说 你想什么 他只是一个帮派 我也 这个评论到到现在 也没有说 他们只是一个帮派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湖南的蛋黄派呢 只是90倍 还有一个好奇的 就是说少林寺他们练 内功 清功 他的那个草 那个草上飞啊 什么水上飘啊 有这样吗 那个水上飘 那都是电影里面 夸张了一点 那是有草上飞是吗 草上飞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练习 这个人的体能是有限的 就比方说 小人可以看到 我们有练功 所以有沙包 沙带 给身体加重 加重以后 时间长了以后呢 如果去掉 就有点身轻如愿的那种感觉 身轻如愿 那清功这件事是真的有吧 就是能做到跳得很高 对不对 它只能有一定的高度来混 那有没有真的 像这个传说中的72亿 现在还存在吗 72绝技现在也存在 只不过丢失了一部分 丢失了一部分 二指弹 硬气功里面这个头盖钢板 还有这个飞金穿玻璃 比较一些独特的兵器 全数都是72绝技里面的 就是有些保留下来了 有些失传了 对对对 你刚刚说的什么穿个 什么刚 飞针穿玻璃 飞针穿玻璃 一根续花针穿透一个玻璃 我也见过 谁会啊 是不是我们思想福 你会吗 哦 小师傅 不敢当 哪位师兄会 志炎青 将表演的是 飞针穿玻璃炸气球 哦 你用这样的风声把玻璃给扎 哇 厉害 我看他刚才就是穿过去以后 然后所有人在欢呼 然后他就是 我跟你讲 我好想问一下 小意思 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就是扎穿玻璃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 就是哇 就是那种 是真的啊 没有 你练了 你练了几天 第一次扎穿了以后 没有 这就是高手的那个 你说他要在这表演 对吧 是吧 这样觉得说 他在碰运气 他说的是真话吗 你看到他就是扎穿玻璃 他高兴吗 不高兴 那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今天还要请大师兄来帮我们摆一摆那个所谓的十八罗汉镇 这个如果你需要用到我们台上这些主持人什么的您指管那个知识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迪罗汉 OK 迪罗汉 迪罗汉 他们摆在下面一层 我们的主持人可以摆在第二层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他们的肩膀上 对 你要保持好一定的平衡力 哇 黄裤子黑袜子 里面住这个白胖子 哪那么多民间俗语啊 他们都可以试上 大哥你和那个回家 好来 辛苦啊 三双黑袜子 是我的白袜子 哇 好精彩啊 哇 那上面还得站人吗 哎小朋友你你再站上去 不是海涛 小朋友 不是我抱着 你还在抖什么呀 好棒哦 好壮观 哇 哇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来自少林武僧团的朋友们 谢谢 最后我们请施晓福给观众那个说一个祝福好不好 你看看你要怎么说个祝福 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少林寺观看 太拿得出手了 谢谢 谢谢大志兄 谢谢大家 谢谢施晓福 谢谢 OpenRail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韩庚得刘谦真传 变身魔术达人 见证奇迹的时刻 把这堆水瞬间结冰 学遭快乐家族耻笑 你晚上的指定 刚才你表演的都是成功的 看你还表演魔术 更有首次另类反串表演 妹妹人锄头人那么远 表情和魔术失败的表情因果一